看了这么多年抗日剧 海击炮 榴弹炮威力到底有多强 这些年抗日神剧也好 抗日良心剧也罢小行战 我们是经常看见小鬼子拿着戈 冲海击炮各种欺负 人轰轰击炮下去 把人都吓傻了 神剧除外 神剧里主绝能一脚把炮筒踹弯 大行战就是榴弹炮的印象 最深的是那件李李云龙的那门榴弹炮的 二营长李他娘的意大利炮呢 然后就是一炮下去 整个平安县城城头没了 亲签作者就来梳理一下这雅炮到底啥水平杀伤力 如何但是直接讲排击炮榴弹炮的威力因为不同口径 不同弹种威力是不一样大口径榴弹炮 甚至能发射小型核弹 所以先讲一个炮兵的真实故事 有一年陆海空协同演习 演习前各兵种单独训练步兵演练 实地进攻从出发内直到夺取敌人阵地 一次摸爬滚打三公里一排长在带领全排战士演练一遍后 因身体不舒服没有 及时撤下来自己在树林里挟着 让战士们再训练一次这时候炮兵开始了试试 第一发炮弹落地点比原定目标远的200米 在小树林的边缘爆炸了排长直 皆被弹片炸断了腿 实际上在战争电影 里面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对于破机 炮的杀伤性都进行了减弱处理 你躲在树后面是挡不住的 甚至是即使你构筑了土木攻势 也挡不住以82破机 炮的力爆炸后弹片 大约可以杀伤小半各四核院的面积榴弹炮可就不得了了 据说155流光弹坑 就有篮球场那么大腰 多五的榴弹炮一发下去 假设在毫无遮掩的平原控的半径 30到50米的无防护人员 几乎必死无疑 然后弹片可能飞起来 在50到200米范围内也会造成杀伤